十指连心 我们这节课 说的是 曾子 和他母亲的故事 有好几个事 包括他跟他父亲 他怎么尽孝 非常孝 但是这个事 很简单 古人特别提出来 自然有他的意义 像给后人 警示 说明一些东西 我们说十指连心 连的是自己的心 对吧 那如果能连到 孩子的心 亲人 乃至更远的 那就有的一说了 你说连自己的心 大家可能 就是不会太去追究这个东西 不会去重视 他的原理啊 他的什么 好像都在身体里自然 有一番道理 那这个故事呢 说曾子 所以我曾志强 老师是他的祖先 当然曾国藩跟老师也有关系 那这个 这么远了 什么关系 就算有 也不怎么样 但我们前面 讲了 这个歪染色体 一定是父亲 爷爷 这样传上去的 那传下来 那曾子的歪 跟曾老师的歪 是一样的 可见他们有 这个抹血基因 还是很相似的 有相类似的地方 各个方面 曾子就是去外面砍柴 每天如此 当然可能就很远了 说明他笑 但是 很多了 我们不强调 那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 他母亲在家里面 看到有人来 很着急 就咬自己的手指 然后 这个曾子的远方 就感觉到心里一阵痛 回来 你看妈妈 说 有不促之客来 清几之下 要说 那古人当然 这个女子 就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不变如此 一般来人 他也没有打个招呼 这就叫不促之客 不请自来 那你说 什么道理 他这个 这种现实中 我们 有人也会有这种经历 父母亲 包括一些直亲 发生大事的时候 我会脑的一阵突然的一个痛 或者是做梦的时候 梦到 他这个 因为现代科学 他这个层次 完全无法继续 你说基因 传承 你的跟基因 它的一样 那在自己身体 怎么影响它呢 你说 蝴蝶效应 那简直开玩笑 那你说 量子纠缠 这个 好像模模糊糊 现在有这种概念 有这种理论 他也无法实践证明 一些 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 这个 古代啊 这个你看 血书 把这个 手指 咬出去 写的 那个就是 非常重要 基因 那 这个 咬哪个手指 我们做一个参考 现在有这么一说 这个 这个父母亲 这个兄弟姐妹 这个是自己 然后 这个 是 夫妻 这个是子女 他 他妈妈是不是咬这个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不管咬哪个 只要你心里有 这个很重要 那自然你就有感觉 我们下重点 这个 我们下重点 我们下重点 感谢观看